瑞典國會議員手筆讚排排站 訪台最後一天舉行國際記者會大爆中國打壓 瑞典籍歐洲議會議員魏莫斯借進烏克蘭 強調支持臺灣自我防衛能力 反常也拜會立法院長尤希昆 提到未來歐盟理事會要加強跟立法院合作 不只瑞典就連一向挺臺灣的捷克也傳來好消息 捷克外交部長利帕夫斯基接受專訪時說 臺灣的民主被中國霸凌 歐盟應該幫助 而捷克外交官員說等輕鬆的總統年底退休 到時捷克會跟立陶宛一樣幫臺灣證明 我祝捷克辦事處渴望更名為臺灣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跟歐洲國家最近立場的改變有關係 因為他特別知道被霸凌 這被威權政權霸凌 外管證明再接再厲 從索馬利蘭到歐洲第一國立陶宛 未來捷克美國都有機會 把臺灣抬出來 有可能是用臺灣作為一個槓桿 然後去說所謂用他們的對抗威權國家中間 舉出臺灣這條牌作為一個例子 臺灣想名揚國際 面對中國阻力挑戰還很大 進行文 尤日博登 巨委 許佳善參謀報導 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